當時提醒了 《世界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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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這張書法一樣 技術肯定都不會記起 那種就是 怎麼說 《風情》 什麼 《風情》 《風情》的表達 即是一個頭暈眼花的人 頭暈眼花還沒有那麼熟 應該是這樣 中國書法的地位抗爭 應該是 不是一種抗爭 我覺得應該是 可能總是覺得他 中國的書法可能是 硬固保守 或者是 在當代藝術屬於一種比較滯後的媒介 才會提到這個 我們為他抗爭這個問題 但我覺得更加 用書法這種媒介 希望打開他那些 保守 或者是 硬固的一面 我們應該 書一下 寫得更加生動和有趣 而他那些是一種 模仿你怎樣都是有一個前人在 其實 即是等於 某個人的書寫 或者是 王熙之也好 顏真卿 他通過這種書寫 或者他的書法 他創造的書法 而將他推上到一個神壇 而他的書法只不過是一個工具 一種 載他過河的一個工具 其實根本都沒有用的 但現在的人還是拿著 那個工具不放 即是 拼命用他的技術去 練成他的工具 但這種人是永遠過不了河的 過不了對外的 因為我們身邊 我們陽光學沒有什麼 真是做藝術的朋友 但確實 現在加文說 這十年中國藝術家 在國際上是做得非常之成功 這種是十年前是見不到的 這種肯定是好的一種現象 即是 跟我們同時代的朋友 有很多都已經很成功了 搞得有聲有色 一般是 二線的城市是根本沒有可能有藝術家出現的 所以在中國看陽光的話 好像陽光是另一個國家的 我們是另一個國家的藝術家